多不少的80后仍然努力为柳奔波之际 有人就选择去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林天凌自小热爱机械人 他利用众筹平台来集资 成功创造声控家居机械人BIGI 如果晚上7点的时候 你见到我爸爸坐在梳化里 你就帮他打开电视 做一个自动化的公文 而早前BIGI就在众筹平台 Kickstarter里集资 而短短的两三天 就已经筹到10万美元的目标金码 而最终竟然筹到超过19万美元 相当于148万港元 林天凌就说 众筹成功要有三大原则 首先是要知道你想做众筹的原因 并要清楚去了解产品的用户群 以及为什么你所做的事 可以吸引到这班用户 他形容家居机械人的前景 可以比美手机市场 所以就想尽早进入市场 抢占一席位 但他就认为这个市场还未开始发展 一般人的理解 其实是会有一个难度 因为不同的 你卖水杯 买日常用品 平时都用开 我知道是什么 就是怎样去教育一个市场 这是最大的挑战 对于众筹的发展前景 他就说众筹较适合成本较低的产品 而他所研发的机械人成本较高 所以不可以单靠众筹来筹集资金 以为机械人进行融资 而第一批的机械人 现在在明年4月 在美国和中国推出 ONTV东网电视财经新闻